这个是刚摘回来的新鲜黄豆 把牛肉洗干净 先来把牛肉的这些白衣把它弄干净 把牛肉切成小块 大家切牛肉一定要记住 像这个纹路 这样子就是顺纹 就要这样子切切逆纹 切逆纹的话它摇起来就没那么韧 把姜的皮刮去 切一点姜丝 加上少许的蚝油 胡椒粉 料酒 适量的盐 少许的玉米粉 这个玉米粉就是淀粉 再加上适量的花生油 把它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后 腌制15分钟 好现在来装盘 我们要尽量的把它铺平铺薄一点 这样子的话 瘦药再均匀一点 那牛肉就比较好吃 好水开了 把它放进去 盖上铺盖 蒸10分钟 好可以了 走了 哇 好美的味道 这道鲜美的牛肉蒸嫩黄豆就做好了 喜欢的朋友 学学家